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上针线 剪一块布 我们一起来平补 小块布 品重大块布 玩具不饿和礼物 发挥成一动 手作最远温度 平补平补 疯狂鼓鼓鼓 跟着我们来平补 平补平补 疯狂鼓鼓鼓鼓 跟着一起玩平补 欢迎收看 平补平补 大家好 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优格姐姐 大家好 我是Qchan 大家好 我是佩琴 欢迎小朋友一起加入我们 一起來玩平补 今天要做什么呢 小朋友 怪兽书籤 没错 除了是书籤之外 还是很有特色的怪兽书籤 小朋友 怪兽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人被我们吓到啊 应该不会啦 我们是可爱的怪兽 那要做这个怪兽书籤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一起來看看吧 今天要制作可爱又实用的怪兽书籤 需要的材料有各种布料 针 线 以及笔 现在我们材料都准备好了 马上就可以来拼布了 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好 那其实我们要做书籤之前 要做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要选布 哦 这非常重要 配色也很重要 对 那像柠檬哥哥 我就选择让我的书籤本体 是一个很可爱的柠檬 那我们这边有先准备好了一个 正方形的一个纸板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就把书籤放在布的背面 把它画下来 那我们选择的这个纸板大小是8公分 所以我们要做两个 那只有身体是不够的我们 其实还要做它的脸部的部分 那我们的脸的部分 这边准备了一个三角形的纸板 一样把它描绘出来 那现在就把它剪下来吧 把你前面准备好的这个正方形呢 把它描绘一半 它们是可以刚好这样合体的 好 那现在可以看到柠檬哥哥呢 已经把我所有的 目前所需要的东西都先剪下来了 好 小朋友 我们赶快自己来试试看吧 我们的正方形是几公分呢 8公分 对 8公分 8公分基本上可以放入各种书 当它的书籤放在上面 对不对 已经是很万用的了 剪好布之后呢 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缝的部分 那我们先把我们剪好的正方形 摆在桌子上 接着呢 让它们背对背 像这样子重叠 好 重叠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固定起来 所以拿出了我们的夹子固定好了 马上就拿出我们的针跟线 开始我们缝的部分 平平的一上一下的缝 这就是平针缝 上去之后再下去 下去之后再上来 那小朋友现在也可以开始 把我们两块正方形缝在一起咯 好 开始自己试试看咯 那你们还记得是要哪一面对哪一面 背面对背面 那小朋友再选择蒸线 这个线的颜色也可以 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然后这边呢 幽哥姐姐有一个小地方要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线的密度 我们可以让它密一点 才不会再等一下的时候裂开来 书签的本体 她的身体做好了对不对啊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做 她的脸部的部分了 这边就准备了黑色以及白色的布 那想要当作是呢 我们的眼白跟眼珠子的部分 准备一个圆形的纸板 好 要很快的我们把它画出来 那小朋友这边就可以设计你的眼珠子 小声那种睡觉的 或者是很有神的都可以 那我想要做个像水温温的椭圆形 有点像猫咪那样子 晚上的形状 哇 眼睛就出现了 好可爱啊 对 那你们这边就准备一个黑色的线 这样到时候就不会被人家发现 有这个线的存在 所以我们缝的方法也是 一上一下的这样子平均缝 对 那像对小朋友来说 有会比较简单一点 刚刚我说是要做她的眼珠子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拿出你的脸部的这个布 那小放在这个位置 那就可以准备把它缝上去 那可不可以眼睛用扭扣 对不对 也可以 很有创意 好 眼睛已经绕完一圈了 那我们一样 要怎么打结 翻到背面来 手压着 这样子我们的眼睛翻到背面 就完成了 好可爱喔 好可爱 那刚刚柠檬哥哥做的呢 是水汪汪的大眼睛 好可爱 那优格姐姐就来做一个不一样的 我来做一个爱捆想睡觉的眼睛 那小朋友你们想要你们眼睛是什么表情呢 我的是很爱吃书所以是一个爱心 那小朋友也可以放在创意里面 也可以帮你的怪兽书籤 加上睫毛 或者是腮红也可以啊 我的眼睛剩下两针就缝好了 赶快把它缝起来 真的好像在睡觉 对啊 爱睡觉的怪兽底下 那它是看了什么样子的书籍才想要睡觉 我想是看了国文课本的 爱睡觉的怪兽眼睛就完成了 好可爱喔 真的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优格姐姐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我们怪兽的牙齿 好 画好了牙齿之后就把它剪下来 好可爱喔 好像口袋喔 好可爱喔 兔子小牙齿 两颗门牙的感觉 完成了 快比对一下我想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把脸放上去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好可爱喔 好适合喔 那我们要缝在哪里呢 优格姐姐 我们要从底下 来先做一个就好 放到旁边 一个来 像这样放好了 之后从底下穿出去 这样子结也不会被看到对不对啊 没错好 像这样子 第一针就好了 我们再从正面缝下去 继续把它缝完 所以只要照这个步骤就可以把自己的牙齿做出来 好小朋友我们赶快来动手做牙齿吧 好 我想要做一个 那是什么样子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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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尖尖的牙齿 好 小朋友呢可以在纸板上设计自己喜欢的牙齿的图案或外框出来 其实最快乐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所以小朋友尽量发挥自己的创意 到时候我们的书签成品一做出来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对 好了 你们看 我的怪兽牙齿已经缝上去了 好可爱喔 好可爱 重点是因为你的眼睛的线是用黑色去的 所以变成是另外一种装饰 对 我配前的是像小白兔一样两颗牙齿 好小朋友 你们的牙齿都缝好了吗 缝好了 太好了可以让脸跟身体合体了 那要怎么合呢 我们看到这边 到时候我们希望是可以像这样子的书签 对不对 但是要像这样子 我们不是这样缝喔 我们要让它面对面 这样子缝起来 那我们要缝的方式呢 我们要缝这边跟这边 好那一样准备好你的针线 那看你需要什么颜色的线都可以 可可这边准备黄色的 注意针的位置 然后让它密一点 因为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脸翻过来 那如果你缝的没有很密的话 可能那个中间的洞就会比较大 照照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一排跟这一排给完成 就可以缝出一个漂亮可爱的书签了 好自己动手做做看吧 好 一上一下 利用平均缝的方式 把我们怪兽书签的身体跟脸缝在一起 那小朋友要记得有牙齿的这一边 不要缝起来喔 因为这是待会是我们书签要套住书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要缝牙齿旁边的那两边 好看来小朋友都已经缝好了 现在我们只要把它翻过来就完成了 准备一二三 翻过来 好有没有这样子就完成了 一个一个来看小朋友的作品 那请你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先看Q讲这边的 我的是爱吃甜点的小怪兽 好可爱喔 而且他的眼睛还是爱心 太爱吃了吧 好我们看一下佩琴你的呢 我的是很爱玩的 所以他每一天都会玩到斗鸡眼了 爱玩到都变斗鸡眼了 很可爱 那小柠檬哥哥我的是一个 其实很单纯 他就是一个 喜欢看书的 怪兽 就这样子很淘气 那你的呢 游哥姐姐的呢 是一个很爱看书 看到睡着 你看他还戴着眼镜的小怪兽 所以小朋友可以为自己的怪兽 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个性 对不对啊 没错 小朋友在家里都可以发挥想象力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怪兽书签 嗯 那待会儿还有更多精彩的评附内容 马上回来喔 欢迎回来 我们赶快继续 拼布拼布 今天邀请哪位老师 要跟着我们一起教学以及示范呢 欢迎哲景老师 大家好 我是哲景老师 今天老师要为我们示范的是上 苹果喔 老师 那我们要怎么做出 这么扎实又这么可爱的苹果呢 好 这个就跟我们塞棉花 跟我们取布的纹路有关系了 所以现在呢 首先我们就要先开始画布了 好 在画布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布的纹路跟方向 所以我们拿到一块布的时候 我们要先拉拉看 完全没有弹性的是直布 直布 没弹性 有一些弹性的是横布 横布 有一点弹性 弹性最大的地方是斜布 斜布 弹性超好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张椭圆形的纸板 我们画在布的背面 我们椭圆形的形状要这样子摆 因为这样子的话是直布 这样是横布 我们为了要让苹果呈现 塞了棉子后很圆 很扎实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取弹性最大的斜布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画 一个苹果需要四个椭圆形 好难想像四个椭圆形 会变成一个苹果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这边椭圆形的尖端 我们要留一个差不多一公分的 这个地方是我们所谓的反口 也就是我们要把苹果翻到正面 跟塞棉的口 可是老师这样看起来口很小 这样有办法塞棉花吗 他会觉得口很小 当然可以咯 可以喔 对 画在我们的布上 看起来很像四只昆虫 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留缝分剪下来 缝分也是差不多一公分就可以了 我们缝分都不需要说另外用尺啊 用笔去画 因为这个是在里面看不到 所以即使没有很精准也没有关系 不需要对齐吗 对 我们主要缝的时候都是对齐 我们刚刚铅笔画的线 现在老师桌上已经放了两个牛舌柄 真的耶 光看这样子的形状想像不出来 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圆圆的苹果 真的想像不出来 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 我们这个椭圆形的尺寸大小 大家可以自己做决定 如果你希望你的苹果做出来大颗一点 你就选一个大一点的椭圆形 是 甚至我们把它做大颗一点 我们布譬如说用橘色的 它还可以从苹果变成南瓜 对耶 对啊 好我们现在有四片椭圆形 是的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组合它了 所以我们首先呢拿两片 正面对正面 嗯 然后呢用我们的珠针 刚刚我们画的这个点 就要把它对好 点对点 点对点 然后呢下端的时候 我们找它中心点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是 也是一样固定 这个呢我们不缝整圈 我们只缝这个点到中间这个点 从反口到中间的那个点 对到椭圆形下端的中心 嗯 好所以我们大概固定这样子 就可以开始缝了 那一样因为这个要塞棉花 而且要塞很饱和 对 所以我们记得缝的时候 我们针木要小一点 它就塞了棉花之后 不会侧面缝线的地方 不会看到一条一条的 嗯 所以我们红色苹果的话 最好就用红色的线 是 那我今天用黑色的线 这样我们看得比较明显 嗯 那小朋友可以看到老师的线 几乎都是缝在我们的铅笔的线上 对 我们一定要照着我们的铅笔线去缝 好像我们这一条缝好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它看起来会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是 好现在这是两片 我们就要再缝第三片 嗯 也是面对面 跟它面对面 哦 也是一样翻口对翻口 这个中心一样 我们只是缝到这个下端的中心点 嗯 也是全部缝起来的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画面 那怎么样可以让这四片乌鱼籽 这四片牛舌饼可以变成一颗小苹果 很神奇吧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后面的步骤很有关系了 嗯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样就是二三片 是 现在呢第四片 这个第四片的时候 是不是它除了等一下跟第三片缝 还要再跟第一片缝 第一片 它才会整个都成为一个圆 嗯 那老师除了四个椭圆形不能再更多椭圆形了吗 其实也可以 你看像我们想像南瓜 南瓜是不是感觉就有很多个角度的感觉 对 它并不是那么圆的 所以如果你要拼南瓜 你也可以多拼一些椭圆形 它感觉就做出来会比较有角度一点 嗯 还是我们把椭圆形做长一点也可以变茄子 对耶 然后用紫色的来做 对 好我们现在这边是不是四片已经在一起了 对 现在最后就是要把第一片跟第四片 再缝在一起 可是我们也要非常清楚的了解 老师它其实就算这么小的范围 它都有画超搞限的 可是它用三个点来固定 用珠针来固定 嗯 对珠针固定就是很有帮助的 对 不然我们在缝的时候会没有办法确定 它跟背面的线是不是有 在同一条上面 对 如果我们没有缝在同一条上面 会发生什么事啊 它就会有一些误差出现 对不对 你每一片就不会很平均了 所以到时候做出来 可能怕有个地方角度特别膨 或是有的地方特别凹 它就不会那么漂亮 哦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组合成这样 你看上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口 有有有 这个口就没有那么小啦 对 团结力量大 好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翻回正面 可以用铅笔稍微这样 慢慢推 这样子推好快哦 好它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就像这样 像章鱼 像一朵花 像个气球 对气球 气球 对对对是气球 好那就棉花准备了 好所以我们就把棉花也是一样 把它拉松一点 塞这么多 沉完这个洞 柔克姐你是不是觉得很羡慕 我想要试试看 对我很想试试看 到底怎么把这么大一坨棉花塞进去 小朋友手指头塞这个洞 虽然比较小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觉得手指头塞不进去 就一样用铅笔 或是家里的筷子 都可以拿来帮助塞棉 搓搓搓 不要看它小小的 它其实可以塞很多棉花 现在肚子很饿 多塞一点 你说你还是它 我说它 尽量把它塞到 很感觉很扎实了 这样我们到时候做后面造型的时候 才比较容易 如果它太软的话 你到时候造型就很难做得 漂亮 那么漂亮 塞棉花的时候就是记得 要拿一个 譬如说我刚刚说的笔或筷子 把它一直这样往下面推 往下 你的左手同时这样在下面护着它 你就可以感觉到它 有没有塞到底下了 我们现在的苹果还有什么 有叶子 叶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像这样子的布枝布 然后我们可以画一个叶子的形状 好所以叶子看看这个尺寸 OK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梗 我们用这样子的绳子 皮绳 我留个差不多四公 四五公分 有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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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梗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口 刚刚的缝分 我们可以先稍微折进去 像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先在这个口的周围 先稍微大增的缝一圈 好这样一圈之后 我们把梗 放进去 跟叶子都放进去 然后拉紧 而且这样叶子还会有个很自然的 对耶 好好玩 好像在变魔法 好 然后拉紧之后 我们再缝一圈 这一圈我们可以缝 把梗跟叶子都缝进去 这样它就不会掉出来了 所以第一圈的功用是要先 固定 让它可以有竖起来的功用 对 现在第二圈就是把 把梗跟叶子 还有这个布 缝在一起 然后多对缝几次 要记得都要缝过叶子跟梗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结 现在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还不像苹果 因为它还是椭圆形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做最后一道 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这时候要找一支 好大一支针 比较大 比较长的针 因为我们要整个穿过这个苹果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剪一条 比较长一点的线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要用双线来缝 我们前面在平真缝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单线 单线 好 所以我们现在 从苹果的这个屁股戳下去 哇 苹果好痛喔 屁股戳下去 然后从上面 刚刚叶子的地方出来 好准喔 把我们的这个结先拉进去 好 然后 再从中间 再回到底部 嗯 哦 再从旁边 也是底部的旁边 差不多 有一个距离 嗯 再回到中间 这个时候呢 老师刚刚拉的时候 稍微有凹进去 哦 每次都凹一点 凹一点 你现在这样子 才第一针 是不是让它凹下去 它看起来 是不是就已经更像苹果了 对啊 不断的来回 不断的在 嗯 我们一直在编在缝的时候 就编在调整它的 嗯 它的样子 嗯 它的形状 老师那现在摸起来 已经是很扎实的了嘛 对 要吗 再拉大力一点 嗯 让它越凹得越 越深 它看起来造型会越像苹果 嗯 好 等到你觉得说 这样子的形状可以了之后呢 我们就一样在背后打个结 然后再把结藏起来 在我们刚刚打结的地方 进去 随便从个地方出来 对 哇 这样把结藏进去 剪掉多余的线 嗯 然后如果刚刚梗子留得太长 现在觉得可以再剪短一点 就再修一下 这样就会是一个很可爱的苹果了 好厉害喔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颜色 又可以做更多不同样式的苹果了 嗯 从最一开始像牛舌饼 变成了草莓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苹果 太神奇了 哦 老师太厉害 所以呢 所有的小朋友怎样呢 今天跟着老师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相信你们也可以做出一个 属于自己 可爱的苹果 没有错 而且小朋友也可以试试看 利用不同的颜色来做做看 像是青苹果也可以试试喔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示范 谢谢泽景老师 谢谢泽景老师 那小朋友赶快试试看 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拼布拼布 拜拜 拜拜